你们知道大魔王石浩有多狠吗 他竟然在赤与鹤四位神级强者面前 将人家的尸职做成了鹤肉火锅 开始大快躲一 书接上回 石浩在天元秘境内大展神威 将火魔宫的强者们杀了个片甲不留 起初秘境外的守门长老还不敢相信 他挑选的那群杂鱼 会无故冒出一个神秘强者 可当最后一名尊者被淘汰出来后 他才彻底陷入了绝望 要知道被传送出来的幸存者 都是拥有兽牙命符的 持有他的修士如果在秘境中被杀 他可以替死并将人传送回祭坛 然而这种东西非常珍贵 他们火魔宫也仅仅是分配到了十枚而已 能得到命符的人不仅天资超绝 并且在火魔宫中地位都不低 是一些太上长老的嫡系后人 而另外一些没有受牙命符的弟子 已经全被十号所斩杀 这些弟子能够通过进入秘境的考验 也都能称得上后辈天才 这位守门长老不敢相信自己的选择 竟然造成了这种后果 若是回到族中不知要受到怎样的惩罚 但同样他也非常疑惑 究竟是什么样的强者 能够仅凭一己之力 横扫赤与贺族的所有选手 显然答案只有一个 那便是此人很可能是位初代 其他大叫的人则是暗自庆幸 一个初代居然被当成杂鱼 与自家弟子传送进了秘境 这无异于是将一头恶狼送进了羊群 而这火魔宫也是倒了大霉 为了剪便宜竟然招惹出来了一个凶残的少年魔王 与此同时 天元秘境内十号仍然在大杀四方 这次他并没有一点手软 因为不久前十号也亲眼目睹了这群人暴虐无道 完全将其他修饰的生命视为草剑 并且斥育贺族的那四位神机强者 由于为了夺取造化 利用七阶天梯来到了那密地之处 十号则是趁机将天梯收入囊中 使得他们四人有去无回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屠杀他们的族人 他们脸色苍白 气得浑身都在打哆嗦 这时十号面前仅剩下了一位名叫赤峰的年轻男子 他内心害怕到了极点 因为他并没有受压命负 赤峰为了逃脱十号的魔爪 快速化成一头通体鲜艳的赤与鹤直冲云霄 而十号捡起大弓 直接一箭洞穿起躯体 斩尽他的生机 赤凌空双眼发红 恨不得要将十号碎尸万段 因为这赤峰名链上是他的失职 可其实是他的亲侄子 赤凌空想要自展 再重返秘境击杀十号 但另外三大强者出言劝道 事实上他们也是对十号恨到了骨子里 毕竟年轻一代的族人全部丧命于十号手中 可十号接下来的做法更是让他们崩溃 十号将刚才射死的赤与鹤退毛清洗 准备将其做成大餐 很快十号将赤与鹤做成了美味的火锅 其中的鹤肉金黄透亮 肉质极嫩 味道好的精炭 锅中的汤汁流光溢彩 绝对算是极致饱汤 赤凌空看到亲侄子被做成火锅后怒骂道 叶初你祈祷吧 不要落在我的手中 不然我让你生不如死 然而十号根本不理会 反而是开始大快短 十号在全部吃完之后舒畅无比 体内的浊气甚至都被禁数排除 躯体也是更加坚硬 只不过这次的鹤肉却是有些补过了头 若是换成旁人吃完这一锅鹤肉 恐怕会是七效流血 精血都全部燃烧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